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 我是Rose,我们一起读圣经 今天是2022年1月7日 我们一起读《历位记》第七章 第七章还是接续前面第六章 就是讲这个细讲 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们讲这个条例 我们一起来看 《赎千记》的条例乃是如此 这记是至圣的 人在哪里宰凡记生 也要在那里宰赎千记生 其写,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 又要将肥尾巴和盖胀的枝油 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枝油 就是靠腰两旁的枝油 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 这里肝上的网子和腰子 这个腰子还是说的肝脏 祭司要在坛上焚烧 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是赎千记 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 这祭物要在圣处吃 是至圣的 赎罪记怎样 赎千记也是怎样 两个记是一个条例 献赎千记赎罪的祭司 要得这物 献凡记的祭司 无论为谁奉献 要亲自得他所献 那反济生的皮 好 那么现在就有一个疑点 如果大家前面 在读那个反济的时候 有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 那个动物的皮剥了 剥了这皮怎么处置啊 好像也没有说 是吧 那你现在就找到这个答案了 其实在我们读这个经典的时候 不仅仅是圣经啊 几乎所有的经典都是这样 就是在你读的时候 你产生了疑问 你不要急着去 这个否定经典啊 或者是急着就要 马上给我一个答案啊 你呢 就是先接着往下读 读着读着 你就会发现 你的问题呢 已经在后面 找到了这个答案 不好意思 鼻子还是响啊 那么这里我们就找到了 就是这个反济生的皮 是怎么处理啊 就反济生的皮 然后就是试 献反济的祭司 无论为谁奉献 要亲自得他所献那反济生的皮 也就是说 这个反济生的皮呢 最后是呢 由这个献反济的这个祭司得到的啊 凡在炉中烤的素季 和键盘中做的 和铁盘中做的 并铁熬上做的 都要归那献祭的祭司 凡素季 无论是油条和的 是干的 都要归亚伦的子孙 大驾均分 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 乃是这样 他若为感谢献上 就要用调油的无教饼和抹油的无教薄饼 并用油调云细面做的饼 与感谢祭一同献上 要用油调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 与贡物一同献上 从各样的贡物中 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 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生血的祭司 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 要在献的日子吃 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若所献的是为还宴 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但所剩下的祭肉 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祭的肉 这祭必不蒙悦 人所献的也不算为祭 反为可增贤的 吃这祭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这里还有所补充啊 就是平安祭呢 有三种 平安祭有分成三种 一种是为了还愿献的 就是你之前曾经呢 向耶和华神发愿 祷告 那就是然后得到了应许 然后呢 你要还愿 还有一种呢 就是甘心献的没有什么原因 不为了什么 就是甘心要献祭 或者说你看到别人献了 你也要献 是吧 就是甘心献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是感谢献 感谢 就是你从耶和华那里得到了什么恩典 是吧 得到了什么恩赐 那你要感谢耶和华 你要感谢 或者说你得到了宽恕 比方说 你犯了罪 然后你献了赎罪祭 是吧 或者说 你这个 你犯了罪 是吧 然后你献了赎千祭 是吧 然后呢 完了之后 你还要再感谢一下 是吧 你再献一个感谢 感谢的平安祭 是吧 就是为了感谢献上的 那么 他都有不同的要求 这个不同的要求 就是我们会注意 你看 如果 是为感谢献的 那必须还要用调油的无酵饼 和抹油的无酵薄饼 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 和你的那个平安祭一通线上 如果你的那个平安祭是感谢祭的话 就是 然后呢 要用有酵的饼 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 与贡物一同线上 从各样的贡物中 还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 而这个举祭呢 是要归给撒平安祭 生的 血的 祭司的 嗯 这个是啊 和 还愿祭啊 和甘心献的平安祭啊 这是区别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吃啊 就是因为你平安祭是就是平安祭是一部分献给耶和华神一部分这个祭司吃一部分献祭的人也吃是吧 那么吃的时候呢也有区别啊就是啊吃的时候的这个区别啊就是什么呢就是感谢啊感谢的这个平安祭呢要在献的日子吃不可留到早晨啊 可是呢还愿的或者是甘心献的你在献的日子吃如果献的日子吃不完啊那么剩下的第二天还可以吃啊但是第三天就不能吃了就要用火焚烧啊 啊那么那有人说了那那感谢祭的如果第一天吃献祭的那天吃要是吃不完怎么办吃不完的也要焚烧就是不能留到第二天了啊OK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挨了污秽物的肉就不可吃要用火焚烧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了这人必从民中减除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 或是不洁净之物吃了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减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玉以色列人说牛的汁油绵羊的汁油山羊的汁油你们都不可吃 自死的和被野兽撕裂的那汁油可以做别的使用只是你们万不可吃 无论何人吃了献给耶和华当火迹牲畜的汁油那人必从民中减除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无论是雀鸟的血是野兽的血你们都不可吃 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减除 那么这里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从民中减除 从民中减除于说那人必死或说那人必至死 就是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旧约的时候要注意啊 这是有区别的 所以如果说说那人啊就是一定要将他致死 或者说一定要将他打死就是只是把那个人处死 但是如果要是说那人必从民中减除 那就不仅仅是处死的问题了 而是他这一支就要灭掉 你就是他也就不会再有子孙后代了 这是从民中减除的含义 就是他的这个惩罚呢 就是比把他打死把他治死还要严厉 那么我们看这里边这么严厉的惩罚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吃了什么 是吧不是吃了什么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种行为呢是不洁净的 也就是说神 耶和华神是圣洁的 耶和华神是圣洁的 所有你献祭给耶和华神的这个平安祭的肌肉 如果这个不洁净的人吃了 那么他也就是说 因为平安祭的这肌肉是耶和华神和他的子民共享的呀 那你如果是不洁净的人吃了 那也就是表示呢 就是你对神的亵渎 这是毒神啊 那你想就是你不洁净 然后不洁净的人和神共同享用这些 这是对神的很大的亵渎啊 然后这个汁油啊和这个血呀 我们前面也曾经讲过了 其实神不让人吃啊 我们后来终于懂了 原来呢 吃这个汁油吃这个血 其实的确是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害的 是吧 只不过 只不过很多年以来 人都不理解神对人的这种爱 是吧 当然了 我们这只是从医学的角度啊 从健康学的角度啊 但实际上呢 从神学的角度 因为这个这个汁油啊 是献给神的 是吧 因为这个血呢 是什么 是代表了生命的 对吧 所以所有的什么血都不可以吃 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 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说了 烧山怎么办呢 我这个 我这个 今天 我还吃了 是吧 鸭血粉丝汤 是吧 我最爱吃血了 是吧 然后 我最爱吃这个动物的内脏了 是吧 来一个 我北京的 我来一碗炒干 是吧 哎呀 然后 这个 我最喜欢吃的是爆炒腰花 是吧 巧吃羊腰 是吧 对 这个 这个我以前不知道 是吧 那我从此以后都不能再吃了吗 哈哈 如果呢 你 你读了这个立位剧之后 你 你心里头有所忌惮的话呢 的确你可以不吃 哈哈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我们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是旧约啊 然后这个是立位剧 那么立位剧呢 是 啊 是在旧约里是耶和华呢 借摩西的口啊 对以色列人说的 啊 是吧 也就是犹太人啊 那么 那你想一想 我们也不是以色列人 哈哈 是吧 不是犹太人啊 啊 然后你觉得轻松了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是旧约啊 就是我们是生活在新约的时代啊 啊 但是并不是说旧约的这些就不重要啊 而是什么旧约的这些 有些形式可能不重要了啊 啊 那么 呃 但是呢 他这些律法背后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啊 就是 就是我们有个称为叫买毒还猪 对吧 如果你只在意形式的话 如果你只在意形式的话 那就相当于你只是买了一个装珠宝的盒子 对吧 所以你应该在意的是什么 是的 你应该在意的是这个形式背后的东西 啊 这样的话呢 等我们后面读到新约的时候 我们会读到的 啊 现在我先不给大家说啊 嗯 有的人可能啊 已经不是第一次读圣经了 可能能够想到新约里边的哪些话哦 可以提醒一下是使徒保罗的话哈 就是有所有提到这些啊 其实在新约里边那个耶稣的一些话也有提到这些啊 嗯 到时候我们大家就知道了啊 我们不要急啊 读圣经我们竟然说了 我们从头啊一点一点的一字一句的我们把圣经读完 所以我们就要呢 这个长长的路我们要慢慢的走啊 长长的经卷我们要细细的去读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啊 把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很扎实 然后我们呢 才能把这个经典这些啊 啊 变作我们内在的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气质啊 骨头连肉一起长啊 然后读着读着有几年的时间啊 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急啊 每一个人的成长 你必须要付出时间啊 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啊 所以我们要慢慢来啊 OK 那么你现在的话 如果你觉得 哎呀 看到了这些之后 有一点点那个忌惮 是吧 忌讳啊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就是不吃 或者说呢 你少吃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什么呢 因为的确这个东西吃多了 是对身体健康不好的 对不对 我一般都是要解馋的时候 好长时间不吃 那个什么肝啊 什么什么肾啊 什么的 然后太馋了 还有肥肠啊 是不是 然后吃一次 烤肉啊 是吧 不能老吃 不能把它当饭吃啊 OK 我们继续 耶和华对摩西说 尼小玉以色列人说 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 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 奉给耶和华 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 就是枝油和胸要带来 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 摇一摇 祭司要把枝油在坛上焚烧 但胸要归亚伦和他们的子孙 你们要从平安祭中 把右腿做举祭 献给祭司 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 祭生血和枝油的 要得这右腿为份 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 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 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 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 所勇得的份 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 做亚伦受高的份 和他子孙受高的份 正在摩西 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 供祭司职份的日子 就是在摩西高他们的日子 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给他们的 这是他们世事代代 永得的份 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了 是吧 就是说 我们如果啊 就是要 侍奉耶和华 如果我们哪一个弟兄姊妹 从神那里得到了这种 呼召 那你就大胆的去做 真的啊 如果你是从神那里得到了呼召 那你不用顾虑啊 不用顾虑你吃什么 穿什么 花什么 你的孩子啊 怎么养育什么 你不需要顾虑这些 神肯定会给你世事代代 永得的份 神肯定会给你啊 所应得的 所永得的 神肯定是有预备的啊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那就是前提啊 特别重要的前提 不是说你想做什么 而是说你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呼召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这就是凡记 宿记 赎罪记 赎罪记 赎罪记和平安记的条例 并承接圣旨的礼 都是耶和华在西奈山所吩咐摩西的 就是他在西奈旷野 吩咐以色列人 向贡物给耶和华之日所说的 所有这些话你要注意啊 全部都是耶和华亲口告诉摩西的 耶和华神真的是不厌其烦呢 把这些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啊 那么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大家想一想啊 你看我们 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 在旧约时代 只有以色列人 他们是神的这个选民 是吧 是这个 耶和华的产业啊 那么 但是我们现在在新约时代呢 那么我们 不管是你是哪一个民族的 你是哪一个国家的 是吧 哎 然后呢 不管你是来自中国 韩国 是吧 日本 还是加拿大 还是意大利 还是希腊 是吧 还是美国 英国 是吧 那么你都可以成为神的啊 这个儿女 是吧 哎 你都可以被得到神的这个拣选 只要神愿意拣选你啊 但是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开门 你一心去寻求神啊 呼告神啊 神就会听到啊 那么神就会拣选你的 真的啊 就是总有一天神是会拣选你的 嗯 所以我们有很多 啊 目道友啊 弟兄姊妹啊 我也称你们 目道友嘛 就是可能就是说 哎呀 神什么时候 我就可能会说啊 啊 我 我一直下不了决心信主 是吧 那就是等我下了决心啊 然后我也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其实这么说呢 嗯 是不对的 是不准确的啊 就是说 其实不是你还没有下决心 啊 实际上是神还没有拣选你 啊 当神拣选了你 你的决心就来了 你的信心就有了 嗯 所以我们每一个啊 就是成为基督徒的 啊 我们其实都很 很能理解我的话 对吧 啊 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肯定都能理解我这话 就是说 啊 当我们真的啊 成为基督徒之后 然后我们才意识的在那一刹那 不是我们选择了神 而是神拣选了我们 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经历啊 我希望更多的目道友啊 你们要切切的祝福的经历啊 真的是啊 要切切的追寻啊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追寻神的这个路上啊 这个都有每个人的道路啊 时间啊 道路啊 方式啊 都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 嗯 有可能啊 我们有一些弟兄 有一些这个目道友们 你们可能就是 我就是神派来接引你们的 对像当初 我就是被神拣选的时候 我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有啊 就是在我的这个路上 神派了一个又一个的弟兄姊妹来接引我 OK好 那么 那么我们又不是以色列人 是吧 我们也没有生活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啊 我们现在凡记 宿记 赎罪记 赎千记 平安记啊 是吧 这些记 我们都不限 对吧 我们都不限了 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个立位记 还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我们还了解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从这些献记的条例中 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启示 目前啊 我认为 最最重要的启示 有三点 一点就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圣洁 啊 就是神 他是圣洁的 所以他要完全的 要圣洁的 啊 要美好的啊 要完全的顺服 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那么做 不要听 不要跟我要解释 啊 那么就是要完全的顺服 让你这样做 你就这样做就行了 完全的顺服 就是人的圣洁 是吧 啊 那么神的圣洁 神的圣洁是不可以被亵渡的 这是一个啊 所以无论你是在什么时代 你就约时代也好 新约时代也好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像我们说我们信 我怎样才能信 信不是说你看见了才能信 你越看不见 你越信 这才是真正的信 而不是说你告诉我 原因一二三 我才能去做 三二一 是吧 那这不叫顺服 真正的顺服就是说 神说了怎么做 就去做 能理解的就去做 不能理解的也去做 这才叫顺服啊 这是啊 这是神的圣洁和人的 完全的顺服来满足神的圣洁 那么这是我现在的理解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神对人的那种 真的是风风满满的 完完全全的爱 真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看 神从来没有说 人你绝对不可以犯罪 感谢神 感谢神啊 神从来没有说过 你绝对不可以犯罪 因为 如果人绝对不可以犯罪的话 如果人犯了罪 就会被神除灭的话 就会被神立即除死的话 那我们人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活着 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真的 所以你看啊 神才设立了 凡计 宿计 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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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祭 才设立了这些 在我们很多人看来的 凡文入截 其实神这不 这不就是在给人活路吗 是吗 不是 我知道你们会犯罪 我知道虽然我把这个条例 一条一条的都告诉你们了 但是你们还是管不住你们自己 你们说的出来 啊 我要做一个好孩子 我要做神的这个顺服的儿女 但是你一到具体的事情上 啊 财务 啊 美女 是吧 啊 权力 是吧 啊 长生不老 啊 偶像 是吧 你你就犯罪了 神非常了解人 所以神就设定了这些 献祭的条例 以便让他的这些 这些软弱的儿女们 是吧 犯了罪之后 还可以 怎么办 还可以赎罪 还可以更新 还可以忏悔 还可以得到原谅 还可以自节 这些赎罪的条例 不就是自节吗 这不就是让你自己 洁净自己吗 不就是让你 重新去更新自己呢 不就是给了你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机会吗 当然了 我们会有很多人 他犯了罪 他不愿意承认 他犯了罪 他也不去陷阱 是吧 人家你指出他的 我没有 我 我没有 是吧 他不承认 是吧 这样的人也有很多呀 所以大家 不要觉得 这个陷阱的条例一出来 那就 没有那个好人坏人之别了 还是有的 玩梗不化的还很多 对吧 你想一想 当那个摩西 从那个西奈山上下来 看到那个拜金牛犊的百姓 发怒的时候 摩西说你们 是吧 认为自己属于耶和华的站过来 那也只有立位的子孙站过去 其他的人还是 还是站在金牛犊那边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神就是给了人的这样的机会 也就是说 基于神对人的完完全全的了解 神对人没有幻想的 神很了解人 神很了解人 所以这个启示 是不是很感动 所以你不要觉得这是严厉的惩罚 不是这恰恰是深深的厚厚的 美好的完整的爱 那么然后呢 就是就是一个 还有一个启示呢 就是我们从这种献祭的条例里边 也可以看到呢 就是神 他重视什么 他重视什么 他非常的重视什么呢 就是人的实际生活 就是神对人的爱呢 是 是真的是 那就是又真又活的爱 是落在实际的土地上的爱 所以你看 神在制定这些条例的时候 他会考虑到什么 考虑到不同的人的身份 经济条件 地位 影响 然后甚至还考虑到 如果你在献祭的过程中 又犯了罪之后 又犯了错 该怎么办 哎呀 真的是 完完全全的就是 这种爱呢 它不是就是说 让人够不着的 让人摸不到的 就是神所定的所有的条例 都是贴合着人的实际情况 感谢神 真的感谢神 我们有这样的 我们有这样的慈爱的神 我们有这样伟大的神 真实的 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真的应该高唱哈利亚 OK 今天呢是2022年1月7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赖的日子 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我们现在读立位记啊 读啊 这些献祭的条例的这些启示 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 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啊 充满喜乐 OK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哈利路亚 请不吝点赞 订阅